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唯一一个具有觉醒剂败应的这么一个神将 他的技能可以说全是在觉醒之后 三学八技能全是神技 可操作的空间可以说是最大的 因此难度也是最高的 可以看到显而易见是困难 然后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的一些很精彩的视频 让很多人对神司马比较陌生的玩家 也对他有一个了解 然后能有所提高 好 我们首先来讲讲神司马 司马懿大家都知道 他是相当于最后篡的魏国 对吧 建立了晋国 也不是他直接建立了 当然他是晋宣帝了 好 他的这个这些故事 我们就不再说了 在三国引力大家都很清楚他的一些故事 这个神司马他的这个来源 我多说一句 估计是来这个拜应这个技能的来源 估计是这个诸葛亮一出其三的时候 用了马术之计 是吧 离间了他跟曹瑞 然后他被曹瑞给罢免 然后后来打不过 又把他重新启用 所以他在家里 这个也是各种忍戒过后 拜应这么一个故事 好 我们直接来看他的技能 首先第一个技能忍戒 退一步海阔天空 他的锁定剂 当你受到伤害 或者是气牌阶段气质手牌后 获得一枚忍镖剂 是受到伤害或者这个手牌数 那么这个技能由于这么复杂 我们肯定还是要列大纲 来进行详细的这么一个说明 好 首先连破 这个地方我们先讲的是连破 我们先看连破这个第二个技能吧 好 连破 当你杀死一名角色后 可于此阶段结束后 获得一个额外的回合 那么这个技能相对比较简单 我们先说 他的机制 杀人后重新进入回合 可以看好了 这个地方杀人没有强调是反贼 随便什么 内奸忠诚也好 当然你不能说杀主攻了 杀主攻游戏就结束了 而且他是进入回合 那么就意味着判定 摸牌 弃牌 对吧 出牌 弃牌阶段等等 整个这么一个系列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 他的这个收益就远远比别的人 比如说杀反贼 摸三张牌 或者等等这些强多了 对吧 他是进入了一个完整的回合 而且最关键是 这个技能不只是一次 对吧 不是每回合限一次 就意味着他可以连续 连续不断的发动 好 所以他的操作 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怎么能够杀人 怎么来 对吧 当然铁锁连环的九火杀 对吧 AOE 决斗火攻 这些 拓展的你不只是杀一次 这么一个局限性 当然你有连弩多次杀 能杀死的人 当然也好 也能进入下一个回合 这个地方就要控制一点 就是要控制你的持续性 最好是每次杀一个人 对吧 你这样你就可以一直 一直不断的玩 一直把握着玩 所以这也就是一个比较厉害的神思马玩家 跟一个初级入门者的一个区别 就一开始大家会 有攻击牌全部都用了 那么你就不能保持持续性 我觉得这是玩神思马的一个核心的要义 这样你才能一直把握着局势 才能有内剑一串通 对吧 这个神思马是最适合当内剑的这么一个角色 本人以前有过一串通的这么一个素材 可惜那个素材 无论如何我都找不到了 不过我还有很多其他内剑的素材 咱们可以后面再看 非常美轮美奂 精彩绝伦 好 但是注意的一点就是 比较克制神思马的一些武将 首先第一点就是独裁 这个独裁可以说是神思马的大敌 对吧 你杀了过后 你会导致你自己失去技能 那是很麻烦的 对吧 连破就连破不了了 好 还有呢 就是以激康为代表的卖血流 因为激康 你对他造成伤害 你有可能要流失体力 所以这个是 比较不好把控的 当然还有其他卖血流 比如司马懿拿你的牌 比如国家 这个增加了他的血量 对吧 增加 拿两张牌 有可能你就杀不死他了 对吧 所以神思马总体说来 从这个连破的技能就可以看得出来 他是一个唯我独尊型的 其他的人 不管什么队友 都只是我是吧 杀了过后来获得这么一个利益的这么一个工具吧 这也就跟神司马在历史上 这个司马懿对应的这个态度是比较接近的 对吧 管他未属 最后都是我来一统天下 当然正是由于就有了这个技能 当然我们后面更更复杂的后面再说 所以你就必须对你手里的牌 做很好的统筹规划 判断好局势 先杀谁后杀谁 对吧 要有一个一步一步的制定计划 而且正是由于有你这个连破的技能的存在 比如说当主攻意识到你是内奸 很有可能他会去救一个反贼 对吧 这些都是经常出现的 或者反贼救忠诚 这种事情在我玩神司马内奸 很多局的情况下都经常出现过 好 我们这个技能先说到这 好 我们从这回头来看一下忍剑 忍一时风平浪静 退一步海阔天空 这正是说的他的这个技能 对吧 受伤和气牌过后 获得这个忍标记 那么我们首先看他的机制 他跟这个机制 跟神吕布的这个暴露有一点像 但是呢 他一开始是零 不像暴露一开始是二 所以相对来说 你就需要更长的一段潜伏期 对吧 好 还要注意的是 他是锁定计 所以锁定计跟暴露一样 这就意味着戒马超戒关羽 不能让你的非锁定计失效 对吧 对你造成伤害 你照样能够斩忍 唯一有一点就是张春华 所以这个张春华的体力流失 还是一个很克神司马的 唯一一个克神司马的人吧 也算 好 唯一一个绝对克吧 当然还有别的 好 我们来看他的操作 这个操作需要考虑的就很多了 首先 咱人有什么用 我们放在下一个 注意他的核心计 我们再说 但是游人肯定很好 对吧 所以呢 你可以考虑一下 一开始他是一个四体力武将 四体力武将 他要攒到四个人 那就意味着 你每回合假设 弃两张牌的话 要弃两个回合 对吧 所以你要保证 你尽早觉醒 这是我完成司马的一个 一个初衷吧 当然你也可以说 我就不觉醒 我就当一个四血白板将 是吧 有连破的一个怎么说 一个那是相对来说弱很多 所以我的建议 不论你什么身份 一定要弃牌到你觉醒 对吧 然后就该你是把掌控全局 该舞台就完全属于你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你有装备 我一般也是选择不装的 除非是你自己一开始 血量就被打得比较低了 比如说 你就平脉无故的吃了好几个 对吧 有些时候有人比较 比较仇恨神将 这个也很自然 他就会来忙你 比如说你忙的血量比较低 那么这个时候八卦阵 可以考虑装一下 对吧 人王盾等等 但一般来说 正常局 一般不要装装备 就留在手里 好 其次 他毕竟是一个大卫 是吧 虽然他是三包的最强神价 但是他的这个 毕竟司马懿 他也继承了 这个魏国的 这个卖血流的 这么一个传统 那么你也可以考虑 卖血来换他的人 因为他毕竟 觉醒过后 要减一点体力上限 所以你第一个卖血 是值得的 对吧 白卖一滴血 白多的一滴血 所以有AOE 一般是选择直接卖血 这样可以尽早的展示 好 这个之所以展示 就是因为四点是觉醒 我们后面再说 最后呢 关于这个流牌 我们也需要仔细考虑 我们说过 两个回合 基本上就是摸牌就扔 摸牌就扔 那么你最后要保证 四张牌 对吧 你这留的这四张牌 就有很多讲究了 如果局势比较凶险 比较麻烦的情况下 你可以考虑 留一些基本牌 杀伞 逃酒 一般逃喝酒 可以留着保命 避免你这个找腰 是吧 还没有觉醒 你就一波被带走了 如果是局势比较均衡 比较这个 没有太大 你自己的危险的话 可以考虑留四张锦囊 好 这就要强调一点呢 对于锦囊牌 也是后面有用的 一般说来 在这两个回合中 个人建议 除了无中生有 你可以用 因为用得过 你可以多弃一张牌 顺手牵羊 一般都不要用 顺和猜 这种过早暴露身份 你有可能被针对 对吧 如果是有经验的玩家 发现你不是他的队友 那么他肯定会来 主动来搞你 让你觉醒不了 或者推迟觉醒 那就很麻烦 所以顺和猜 留在手里 而且留在手里 后面也有用 而对别的那些牌 都尽量留紧囊 留在手里 基本牌可以扔掉 对吧 为什么我们后面 可以再说 好 然后他的配合 配合首先 能让你受 强制让受伤的 AOE的这些人 都是你可以说 对你有作用 比如袁绍 比如巡游 比如张让 郭皇后 这些武将 强制能放AOE 因为你如果你考虑一下 假设你第一个回合 首先吃了一个AOE 对吧 那么这样你摸起两张牌 六张牌 你就要弃三 你可以做到第二回合 就觉醒 所以吃AOE 对你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越早吃越好 对吧 否则你要自己摸 自己弃两回合 好 然后呢 还有一些补牌 就是对你非常有用的 尤其是曹瑞和流邪 把所有手牌都给你 这是非常好的 好 成功呢 也让你能补两张牌 徐树能摸两张牌 刘备能把牌给你 这些都是对你非常有用的 因为牌多了 你就气得多 或者是牌多了之后 在后面也会更加有用 好 我们后面再提 对于克制 刚才说了 张春华的这个流离 体力流失 对你是最大的克制 其次 徐晃的断粮 也是比较伤的 因为牌对神司马 尤其是觉醒过后 是至关重要的 非常宝贵的 还有就是甘霖 甘霖它毕竟可以 一直不断地拆你 拆你手牌 对吧 那么这也是对你的伤害比较大 好 最后我们来讲 它的核心计 觉醒计败应 好 老计福利 志在千里 它还有相对的一些技能 我们先看 觉醒计准备阶段开始时 若忍的数目不小于4 减一点体力伤害 体力上限 获得吉略 吉略是什么呢 吉略就是下面五个技能 鬼才 就是司马懿的鬼才 改判 放逐 就是曹丕的放逐 可以令角色翻面 然后摸你损失的体力值 那么多张牌 然后极致 就是黄月音的技能 使用普通锦囊 可以摸一张牌 这就看出来 我们为什么要刻意地 留锦囊牌 对吧 志恒 天之道轮回 也出牌阶段 就是孙权的志恒 气质认一张 然后摸等量的牌 这个技能配合极致 那就是神技 因为志恒 可以将你的手牌 最大限度的利用 对吧 把没用的杀伞 全部变成有用的锦囊牌 然后极致呢 可以让你获得更多的牌 这样以起志恒 获得更多的牌的概率更多 好 最后还有一个 它的核心技 玩杀 就是贾许的玩杀 你的回合类 只有你和处于冰死的角色 自己才能使用 不处于冰死的其他角色 不能使用陶 好 这个玩杀 我们前面贾许讲过 唯一一个破玩杀的人 那就是 那就是陈琴菜 对吧 陈琴这个技能 以及还有这个 那个陈浦的酒 可以 但大多数情况下 不会有这两个武将 对吧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它的这个核心 有这么多个技能的情况下 我们来看它的思路 首先 机制 四点觉醒之后 就保证你觉醒了一个回合 至少有四点 四个点 对吧 每弃掉一个点 可以发动一次技能 那么 两点 可以用来用极致刷牌 对吧 极致刷了牌过后 用一点来保证 你可以完成一次制衡 制衡是每回合一次 但极致没有次数限制 玩杀也是每回合一次 一般要保证这个玩杀 这样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 杀人保证能杀得掉 才能进入你的连破 好 回合外呢 有鬼才跟放逐 对你自己也算是一种防御能力 对吧 放逐 别人不一定能杀你 杀你你让他翻面 他很伤 对吧 我们也说过 这是一个 一个基本上是最严厉的打击 鬼才能改判 保证你自己一般情况下 不怕乐和兵还有闪电 对吧 好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他的操作 对于神司马来说 他的操作一定是 先锦囊 后基本 先用你的锦囊牌 因为锦囊牌 可以通过极致去刷 有可能刷出其他锦囊牌 你可以持续刷下去 否则的话 你可以假设你获得了很多基本牌 然后最后一并去制衡 求更多的锦囊牌 因为锦囊牌正如我们前面所说 南蛮万箭 决斗 火攻 这些都可以造成多点伤害 再配合你的玩杀 可以确保你一次能杀一个人 尤其是你比如说 像我玩神司马 一般都想图 是吧 戏剧性 一次性可以串下去 那么你那个时候即便你只有一滴血 陶啊 酒啊什么的 一般都不要流 全部直接一波制衡掉 对吧 这样来求你能够杀得掉 好 在你杀死一个人之后 你这个时候就要考虑持续性了 杀死保证能够持续下去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装备先装上 因为你有了装备牌 后面制衡才能更多 对吧 可以制衡的这么一种 势能就更高 在这种情况下 你才装装备 第一回合我们强调是不装装备的 好 然后 然后你可以通过杀 后面更多的人 然后弃 并且要保证你的忍 保留你的忍的点数 个人觉得一般在回合内 当你到两点忍的时候 就不要再用机制了 因为你要需要一点制衡 一点玩杀 对吧 在这种情况下 是非常重要的 没有玩杀 就会出现我们前面所说的 祖宗旧反 或者是反旧宗 等等一系列情况 所以最后是一些配合 这个所谓的配合 也不是真正的配合了 因为在你的回合内 别人就动不了 对吧 除非是像这个 福皇后给你读一下 那种都不算配合了 好 配合一般是 作为反贼 收反队友 一波发家 发家致富 是吧 而累呢 就要控制好杀人次序 当然最优的解决办法是 中反接连着杀 但是如果你比如说 看着忠诚 因为忠诚杀了 你没有三张牌的收益 你即便连破 也不太好破 对吧 所以这些要控制好 好 我们因为这个 这么干说 可能有些难以理解 因为这个武将 实在是可操作的空间太大 有些时候胜负就在一张牌之间 你多制衡一张牌 少制衡一张牌 先杀某一个人 后杀某一个人 就会有巨大的区别 本人玩了这么多盘过后 神思马 我觉得是内奸 获胜概率最高的一个武将 因为他的这个太强了 太强势了 但是你一定要控制好 是吧 一定要选择好 要有大局关 好 我们现在说这么多 不如我们看实力 昆宏居这次给大家选了 若干七 我们就先不用关他了 好我们直接开始看我们的录像 首先看 首先看第一局 我们就直接来了一个内奸 好我们还是先快一点 到了我们核心的时候 我们再来 我们再来仔细分析 一开始我们可以稍微看快一点 否则时间关系实在来不及 好还有一点就是一样的 对于内奸 对于这个神将 昆宏居一直建议 你就选跟主公一样的势力 是吧 说不定有好处 除了就是袁绍 袁绍的这个主公技 比较tricky是吧 你作为内奸 不一定想要 但别的内奸 或者反贼 你都选一样 不必暴露 好 我们一开始果断选蜀国 这局也比较有趣啊 还有另外一个神将 神曹操 我也换了几波 想换点好的锦囊牌 留在手里 但是没换出来 好 我们还是简单 做一个降面分析吧 在刘备主公的情况下 蜀国的势力 有可能是比较偏忠诚的 然后这个二号位 敬主位的陈秦菜 也是我们比较烦的一个武将 比较偏忠 因为他毕竟敬主嘛 好 华托比较偏烦 这个离婚禅 比较偏烦 是吧 总体出来 而我们也比较怕离婚禅 好 我们先快速进行游戏 这个蔡文基来忙 关音平 这个就比较跳钟的表现 好 我们先给他标一个钟在这 而且杀 因为说不定关音平是反的 对吧 好 画一个这个 玩得过 就是往死里整的 好 一个决斗 一个杀 还好 关音平 他直接 好 这一波 他直接给这个 陈奇没有 给主攻 这个不太像忠诚 不过我们继续看 还好 关音平吃了一个桃 好 关音平这个只一个人 让他掉血 也没看懂啊 他去杀一个关音平 杀一个 有可能是中 因为他没有搞主攻 好 到我们回合 这回合 我之所以装了八卦阵 而没有弃两张牌 因为下家有一个离婚禅 玩离婚禅的玩家 是吧 都是恐怖分子 所以我们比较怕他全部拿过去 因为拿过去 万一就我们来个古丁刀 九火烧 划不来 对吧 装一个八卦阵 比较好 至少有一半的概率 可以防住 好 他去直接离一个神超超 这个打法 我们没看懂啊 好 挂了一个古丁刀 发现这个神超超有加一码 杀不到 这比较伤啊 又换了一个去杀 这不就比较烦了 这个两点伤害 神超超直接拿 直接拿了两拨牌 把我们牌拿走了 这个比较麻烦 好 我们这个觉醒就远远受了影响 好 我们继续看 这个曹杰 去搞神超超 我们没看懂是什么意思 这一猜 那么就是一个标准的跳法 我们先放在这 好 到神超超 他去顺上架 那又有点像反贼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去杀这个观音瓶 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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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婚禅 去把他救了回来 好 这个曹杰又去救了回来 那就默认他是反 这些救的人 肯定是反贼 对吧 肯定是先 属于明显跳反的 去救一个人 去一个救一个 要死的身份 不是那么明朗的人 好 这个华佗去乃蔡文基 我们也看得不是很懂 好 看来这个刘备啊 他直接去杀这个蔡文 杀这个观音瓶 他也认为他是反 但是没想到 这个观音瓶 确实是个忠 那么刘备七光手牌 可以看出这下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这一局 直接主攻裸奔 这就基本属于崩的状态 好 我们继续看 而且尤其是我离这个觉醒还那么远 好 我们继续看 直接不动 留下来 好 观音瓶翻过来 一个雷沙 我们也没看懂为什么 可能是想通过这个铁锁 让主攻掉一点血吧 但这有点滑不来 我们觉得 好 陈曹操继续 无话可说 这个画陀 哎 画陀也跳了反 好 这下四个反贼都已经齐了 那么 神超超就是最后一个忠诚 刘备 乐直接添过 给了我们两张牌 这一下就比较舒服了 他认为我们是忠 因为我们没动 而这个神超 神超超 他没有给 好 又是两刀 蔡文金 可以看到 我们这回合到现在为止 还一张牌没出 对吧 但是我们不动则已 一动 则天翻地覆 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 谢了两张牌 终于忍到了四 在刘备的帮助下 而我们把嘉一玛装上 我们就怕这个貂蝉 当然貂蝉 如果要离我们魂 也离得了的 还好 他还去离这个曹操 而没有克制我们 那就是我们爆发的机会 可以看到我们手里 因为我有八卦正家 嘉一玛 我不是很怕 没有留基本牌 全留了锦囊 给为我后面一波觉醒 一波大爆发 做好了准备 好 到了华佗 华佗什么都没做 估计是手里断杀 好 刘备 还好刘备这一波 没有中闪电 这个刘备还给我们两张牌 那么这一波就更断定我们 是吧 刚才都忘了出镜 这个令和小彩莉 都是我们的好友 出镜一下 西野车也是我们的好友 但是我们没有并没有开黑 所以他并不知道我的身份 好 这一波 我们一觉醒了过后 就开始我们的表演了 首先 吴忠生有先用 还是我们总体的思路 先锦囊 后基本 对吧 基本牌可以通过制衡 保证有酒杀 是吧 这样保证能杀人 好 这一波就是我们的表演时间开始了 首先 过河拆桥 我们把他的手牌拆一下 因为过河拆桥 有可能被无蟹对吧 先过河拆 再无蟹 再顺 果然被 好 一个铁锁连环 这个时候看到 我们只有两个人的时候 就要保证制衡加完杀 我们就没有再用极致了 好 再顺一下 把手牌全部顺空 直接再顺一波 因为我们后面肯定会有酒扩杀 直接一个制衡 可以看到 我们这波也是为了确保能杀死人 木马和八卦阵全部制衡掉 好 这波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诸葛连鲁配这么多杀都来了 我们这个大展身手的时刻到了 直接一个玩杀 先火攻 火攻其实无论攻谁都一样 我们肯定考虑先把这个医血的貂蚕杀掉 再一个一个来 对吧 曹杰可以注意一下 曹杰是不吃杀的 这是我们一个隐化 我们先放在那 好 直接一掉血 玩杀 貂蚕阵亡 在我们这个回合下 可以思考一下 这波呢 我们可以先杀一下 毕竟我们在有青钢剑的情况下 一个蔡文姬裸奔 对吧 虽然我们有细水长流 我们不可能一次性的把杀全部扔到蔡文姬身上 但是这一波我们造成一点伤害 这样的话 下一回合我们才保证能够杀了死 才能继续轮转的起来 刚才其实没用杀 应该先杀一道了来 这是我的一个操作的不太好的地方 好 现在就开始扔牌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这个刺处 这个装备牌 现在要装起来 因为为了下一回合制衡 可以有更多的牌来制 对吧 好 我们现在开始弃 那么对我们来说 有连路的情况下 陶和酒 不是那么重要了 对吧 全部扔掉 一鼓作气 破敌至胜 直接来了一个 直接连破 直接来了一个过河拆桥 那么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又要控人 还是刚才一样的套路 直接过河拆桥 拆掉八卦 其实不拆也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可以改判 对吧 改他个黑的 好 直接一个玩杀 杀一刀 那么蔡文基 肯定要去 肯定要去让人帮他 这个用他的技能 没想到果然气数四个 不过我们不怕 我们有连路 哦 是气数来四个吗 似乎气 我看一下 似乎气数来 是四种花 哦 两个没花 没有气数来四个 我就说那就不行了 对吧 好 我们继续 这个曹杰呢 我们也可以杀 但杀他基本没有用的 大家应该都知道 曹杰的这个技能 对吧 基本他是不怕杀的 免疫于杀 那我们肯定就要通过 用锦囊牌 好 这个时候 一个制衡 没想到这个制衡 没制出好牌来 那就全部扔了 对吧 我们为下一个回合爆发 我们把这个 无中跟戒刀都留着 好 直接 全部把基本牌一气 再来一个连破 是吧 我们第三个回合 一来了过后 我们就来看好 一个无中生友 一看 这个牌就很有意思了 来了一个南蛮入侵 对吧 好 先戒刀杀人 这个时候戒刀杀 我们考虑 因为曹操 他有可能手里有杀 对吧 我们如果戒刀杀人 让他指定杀别的人的话 不太好 让他指定杀曹操杰 这样浪费他的一个 毕竟对吧 他如果用了杀 也浪费他一个技能 也浪费他一张牌 这样我们毕竟最后 也是要杀他的 好 他没有速杀 我们直接一个制衡 先南蛮入侵 掉血 掉血 好 这个神曹操杀可以看出来 也是很有思考的 直接把我们连弩拿了 因为他怕 我们杀了曹捷 下一个就杀他 因为我们在 有减一码的情况下 对吧 好 我们继续 然后这个回合 我们直接一个制衡 这波就很厉害 我们又来了一个无中 对吧 一个无中生友 来了一个 我们最核心的牌 决斗 这也就是我们这局 是吧 选择第一局内奸 戏剧化的地方 直接一个决斗 曹操直接打无蟹 对吧 可以看出来 中帮凡打无蟹 对吧 就是为了克制我们 还好我们手里 还有一个无蟹克制 接下来我们又进入 下一个连破回合 可以看到我们已经 连杀三反 帮主攻力挽狂澜 对吧 好 这个时候装了一个 杖八蛇毛 杀一刀 因为下一个毕竟是化妥 化妥毕竟比较难杀 对吧 我们再杀一个反 再摸三张牌 再来针对这个神曹操 因为神曹操牌比较多 好 我们继续 直接看到我们 还是一样的套路 留紧狼牌 又一个连破 直接过和拆桥 先把化妥拆一刀 铁锁连环 锁上 再换一张 好 这个时候可以看着 我当然可以杀太刀 但杀太刀 我觉得效果不见得好 最好的办法是 先把它制衡 说不定来个南蛮入侵 就一波解决掉 对吧 所以我这个时候呢 也是脑子比较铁 我就想着 毕竟这么多牌 但是这个时候距离 我们要留着 对吧 当然一般来说 如果我制六张牌 肯定有可能制得出 一个简易码或者刀 但是我当时想着 未求全 对吧 因为五张牌的情况下 制衡 制不出 属性杀的概率很低 但是 这个就是非常搞笑的 这一局来了 我这制衡一出 居然来了五个闪 那就比较亏了 还不如杀一刀 对吧 杀一刀的过 如果能摸三张牌 我们再制衡 那是比较好的 但现在已经到这个局面了 毕竟这个话托手里 还有一张牌 对吧 它即便不是闪 是红的概率是二分之一 这就是我为什么 刚才没有直接玩杀来杀 然后杀他一刀的可能 因为这毕竟有二分之一的概率 现在呢 我们有杖八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杖八点两张牌 去杀 当然这种情况下呢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就是 如果话托 他没有死 对吧 他毕竟跟我们不是一家的 他没有必要来支持我们 他有可能不死 那么不死的话 神朝朝翻过来到刘备 刘备杀一刀 我们在没有逃的情况下 是救不了的 那么救不了 刘备摸三张牌 通过给神朝朝回血 这比较伤 对吧 我们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我还不如 因为到了话托的回合 他肯定会自救 他一自救过后 刘备就杀不死他 刘备必须用两张牌 给牌回血 毕竟他血量太低 对吧 而我们人也变成四个 这就是我当时考虑的 这么一个情况 好 我们先继续 我就直接击了两个伞 而没有用杖八杀他 好 曹操翻过来 华托吃了一个逃过后 杀一刀 然后再直接 直接给自己奶自己回血 回到了满血 那么这一下 我就继续留着 继续等待 好 这一波我全部又一起制衡 好 现在的情况是 我本来有个顺手牵羊 但是这两个人都没有 而曹操自带加一马 我顺不到 所以很麻烦 所以我先压制一下他 拆他一下手牌 好 这个时候我们继续斩忍 把顺先留着 毕竟后面肯定用得上 对吧 好 我们继续 这个到了陈曹操 陈曹操也直接弃牌 没有动手 我们也看不懂 华托还继续完成他反贼的使命 对吧 到了这个时候 刘备没办法 他必须每回合两张牌 都给曹操回血 好 我们继续 可以看出来刘备他是吧 显然没有恶意放水 他现在牌一张都不给我们了 好 到我们回合 我们这波直接把这个杖八蛇毛都用了 我们想看看到底能刷出什么牌 我们顺还是留着的 因为顺毕竟比较重要 好 一个借刀杀人 我保证能拿到刀 对吧 我直接让他指的刘备 这样曹操肯定不会出杀 我们装上 八卦一装 继续弃牌 继续斩忍 我们要等曹操先把华托的牌消耗一下 好 过后再拆掉 这个曹操还是不出杀 也是比较 比较有想法的 好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时候是装了一个 装了一个闪电的 等会我们肯定要把这个利用起来 好 还好我们有一个无懈可击 这个刘备 居然两张牌不回血 都要把我们连进去 对吧 为了杀我们 好我们继续看 到我们回合 我们没有中 直接过个拆桥 排他的桃 我们希望一波把神曹操劈死 毕竟杀他比较困难 对吧 好 一弃牌 因为我们手里 毕竟有两个黑桃2到9 直接黑桃6劈死 一劈 没想到曹操真的有杀 真的有桃 好 这个曹操可以看到 他直接用了三个回合 直接三个回合翻面翻过来 把我的牌也拿光 把华佗也拿光 这就是这局戏剧化的一点 一杀华佗摸出连弩 这一下就比较麻烦 对吧 好 一乐我们再一刀 好 这个时候杀我们 现在就是明确的祖宗打类 那我们肯定要把刘备翻过来 对吧 免得他再给神曹操牌回血 翻面 直接摸一张翻面 一个顺手牵 没想到这个神曹操也是很气啊 摸起来的牌居然是两个南蛮三个闪 那就是我们的天下了 对吧 他没有把我们一波按了死 如果他 可以想象 他如果再多两个杀 我们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好 这也是第一局神仙打架精彩的地方 我们中了乐 无话可说 先留着 到神曹操翻面翻回来 这个刘备果然两滴血 给牌挥血 好 到我们回合 本来这个手牌摸的又很差 四个杀对吧 一个锦囊牌都没有 但是我们有制衡 一致制出核心牌 就是这个南蛮入侵 首先一顺 把他的手牌顺过来 一个南蛮入侵 神曹操直接阵亡 好 这一波那就很简单了 对吧 刚才可以看到 从刘备那摸的一个杀 他没有杀 我们他留在手里 那这回合 那我们就随便虐他了 对吧 因为刘备跟我们想打 是完全没办法的 我们马上通过杀中 还有一个连破 对吧 最后一个连破 结束游戏 一刀 结束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内奸呢 在中城被直接忙死的情况下 一回合图了三个反 虽然没有一串七这种壮举 不像我以前说过的 但是也是一句非常戏剧化的 有神仙打架最后 是吧 一打二的这么一种情况 好 这第一局我们看了内奸 我们来继续看 好 我们第二局呢 选了一个稍 相对来说快一点的反折 因为刚才那局分析的比较久 好 这局可以看到我们是随到神仙码的 那么一开始肯定要选魏国势力 对吧 好 这局呢 我们就没有刷手细卡 因为手牌毕竟比较好 这局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下面分析 张辽总体说来 任何组都把它标称反 潮仁任何组标称反 原主为赵云 比较偏中类 马良邓爱都很强势 细之才 都是组中类 中反这个 这个马良啊 总体说来 因为跟潮丕的技能相克 对吧 所以他比较考虑偏中 因为他是反 他就一点收益都得不到 对吧 如果他是反 主攻要翻你 那你一点收益都没有 所以总体说来 马良 现在的新马良 在潮丕组的情况下 比较偏中类 好 我们开始 张辽直接打无限 那就比较偏反折的 这么一种状态 跳反 对吧 好 细之才 顺王过 跳反 无话可说 到我们 那我们肯定一开始要斩忍 直接弃牌 桃留下来也是不错的 对吧 毕竟后来有可能会死 好 桃仁 这个直接一个九杀 让他掉两血 他直接翻了戒张辽 无话可说 那桃仁肯定是反对 再一个决斗 又掉血 他翻了细之才 好 继续 好 赵云直接一个寒冰剑 那么就是一个忠诚的表现 好 这个马良直接一个南蛮 赵云救下来 那么马良就是一个忠诚 是吧 好 我们这个掉血非常好 对吧 南蛮 可以看到这个南蛮 马良直接给曹丕 是吧 给了过了呢 还有一个下一个南蛮 这就比较舒服了 好 所有的牌都给曹丕 曹丕这下有九 也不会立马死 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 张辽翻面翻过来 到了曹丕 那肯定下一个南蛮又来 帮助我们直接觉醒 这是我们最愿意看到的结果 好 越南蛮 我们继续掉血 好 没想到这个细字牌 它是我们队友快死了 我这个时候可以看到 理论上说我们是宁愿多来牌 对吧 多来牌 后面制衡才能爆发 但是可以看到 他手里这么多牌 如果被曹丕 是吧 收尸收去了 不好办 还是暂时救一下 好 一个红的 他给曹人两张 这种情况下不如给我们 显然我们是反贼了已经 好 曹丕翻面翻过来 到我们回合 好 还是一样的 锦囊先用 当然五谷这种牌呢 就稍微有一点点鸡肋了 对吧 毕竟大家都有收益 但我仗着 我们前面两个反贼先选 而且马良没有用 对吧 我们直接拿无蟹 因为拿了无蟹过后 后面用无蟹 因为没有刷出什么进攻的牌 顺我们也没距离 也不见得能顺得到 对吧 好 我们直接把曹丕无蟹掉 到我们回合 我们直接装上刀 装上马 好 这一波想制衡 我们可以考虑一下 就如刚才的回合 因为这个杖八呀 毕竟他是吧 有距离 我们才能杀得到 在这种情况下 而且杖八不去杀 但加一马 对我们来说没有用 对吧 希望一波秒 那么一换 这波牌就换得很 虚幅了 对吧 直接一个顺手先扬 先开玩杀 对吧 一个捡一马 挂上一个顺 把牌拿过来 一个决斗 对吧 这波我们肯定能杀 这里要强调一点 因为决斗这种牌 容易被无蟹 所以你决斗 不一定能杀得了 而杀 是吧 没有杀 那就绝对是死 所以这也就是玩杀 无话可说 所以这局非常 非常非常轻松 连队友都不用杀 如果说这局 我们比如说 形势比较恶劣 可以考虑杀戏之财 我相信这个反贼戏之财 他毕竟160多级 他肯定知道我们的意图 对吧 杀了他 一个连破 并且多三张牌 比如主攻假设 举个例子 他是一个不是一滴血的 他血比较多 那我们也可以考虑 因为你无论再怎么翻人 没有用我们是玩杀 对吧 如果他比如说三血四血 我们也可以考虑一波 毕竟我们的血量 都比较低了 当然也不见得了 因为他要收 细子财的诗 好 当然这局完了 我们后面有这种 杀队友的反贼的素材 我们继续往下看 好 讲了一盘类 一盘 一盘反过后 我们再看另外一盘类 是吧 毕竟类奸总体说来 不太好赢 我也给大家展示一下 作为神司马当类奸 为什么就这么厉害 好 这局是一个 是吧 军阵最强组 孙策组的这么一局 我们是内奸 好 这局也是一句 非常非常奇特的 这么一局游戏 好 这个主攻直接放药难瞒 无话可说 我们直接 是吧 直接掉血 为了我们尽早能够觉醒 我们前面说过 这样我们可以第二轮觉醒 对吧 先吃A了过后 再摸牌之前吃A 好 这个锡子财呢 就跳了反 是吧 他让孙策 下了孙策的手牌 好 曹昂 曹昂这是一个跳钟的表现 对吧 兵下加 杀下加 那是一个跳钟 好 到了这个马良 这个马良中了兵过后 开始往上干 对吧 那就是一个跳反的一个举动 好 到我们回合 直接弃牌 肯定是把 把桃留下 避免我们阵亡 对吧 这局也是非常有趣的一局 这也埋下了一个伏笔 好 窝台什么都不干 看不出来 刘备给他牌呢 也是一个跳反的举动 到锡子财 一个火弓 掉血 杀中 又一个火弓 孙策看不下去了 一个九 雷沙 毕竟有冠师斧 那么蔡文基也是一个跳反的举动 对吧 好 孙策就下来 锡子财吃一个桃 继续 好 蔡文基 一刀杀 闪过 结束后又一刀杀 吃了一个桃 好 我们继续 这个忠诚勉强算狗了回来 一个雷杀 这个孙策主杀我们 我们是没有看懂啊 这么多反折的情况下 他觉得我们一个没跳的人 他来杀 还是两百级 好 无论如何吧 杀我们就杀吧 他可能是比较怕我们 杀我们 我们继续卖血 掉血 好 这个锡子财府的我们也没给我们排啊 这也比较 他他可能也是随便 他觉得我们是卖血流 好 把这个马良救了回来 没想到还一个南蛮入侵 马良又要死 没想到这个马良一翻出来 居然是个中 那么就是两中 是吧 仇杀 可以看出来 游戏还没进过第二轮 第二轮才开始 主攻 主中方又已经崩盘了 而且我们也快死了 在这么一种情况下 我们来看 这也觉得精彩操作 好 还好没有桃 吃一个桃回来 这个锡子财可以看到 他虽然一血带翻出一个桃 这就比较麻烦 对吧 为我们后面连破 就又埋下了祸根 好 这个曹王也是实在是很坑爹啊 他来杀我们还忙 还认为我们是烦 还好我们手里有一个桃 这下救了回来 对吧 好 他帮我们把曹王下了一张牌 这个时候到我们 直接一波觉醒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八个人 我们可操作的空间 就非常大 对吧 人就跟神旅不一样 他需要来骑这个标记 然后看到我们这个手牌 也是非常好 但是我们现在血量比较低 对吧 现在就只能一鼓作气 看能杀多少人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通过顺曹王 去杀曹王 但是呢 我考虑反贼 毕竟太强势了 而且杀了这个中国后 我们连破牌也少 对吧 不一定能连破 最好把这个吴国泰 看能不能干掉 毕竟距离近 对吧 所以我们一开始 先顺一下 看他是什么牌 对吧 我们可以考虑 两个方面 如果我们顺过来 牌是什么好牌 不是什么好牌 我们就可以堵杀曹王 因为连破 毕竟对我们更重要 对吧 好 直接过个拆桥 我们直接在拆的时候 先极致摸出来 又摸出来过个拆桥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肯定有距离 对吧 可以拆这个加一 我们就直接拆了手牌 再过个拆桥 直接又拆了手牌 因为我们相信 说不定我们后面 四张牌制衡 一定能够制衡出一个 伤害类的锦囊 对吧 因为制衡出来的过后 我们就可以通过玩杀 当然有可能有无限了 我们也不能做到百分之百 赌嘛 是吧 也有一定的运气成分 没想到这个运气就那么好 刚好来了一个捡一马 一个杀对吧 一张不多 一张不少 直接开完杀 一刀 吴国泰玩杀 反贼阵王摸三张 直接一波弃牌过后 开始连破 好 一个连破 连破来的牌呢 我们下一个目标 肯定是这个蔡文基 对吧 而戏之财不是那么好杀 当然也可以杀曹王 毕竟曹王的话 你要是杀他 不一定杀他死 好 我们这波直接四张牌 全部制衡 因为我们这个 人王盾毕竟比较难杀 我们想求锦囊 对吧 一次性看能不能杀得掉 比较顺受现阳 顺来一张杀 但是这个牌就比较麻烦了 是吧 我们现在只能考虑 能不能先把细之财干掉 毕竟我们手里是火攻 细之财刚才有一个名桃 我们是知道的 火攻一下 求来了一个桃 但是这波比较麻烦 他亮一个桃 我们也不想扔牌 对吧 我们就直接杀了一刀 但这个曹王刚好刷出来一张伞 因为我们在玩杀的情况下 那就很烦 我们直接把这个桃吃了 避免被杀 对吧 我们这个闪电呢 我们直接用来斩忍 我们直接挂上来 因为后面有可能这些反贼 尤其这个刘备 血还比较厚 对吧 我们可能会需要通过闪电 好 继续 这个刘备 全部把牌给出去 也没有对我们造成伤害 那也没关系了 好 这个细子才吃了一个桃 那就他就更难杀 好 这波这个 这个蔡文基开始杀我们 不杀曹王 还好曹王给我们补 居然还补了一张过河拆桥 这也是因为曹王毕竟忠诚 他也要杀反 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 好 直接一个九杀 那么曹王 没有求出伞 那他就死 这样也好 这样反忠诚都死完了 我们就只能杀反 对吧 好 这个孙策 这个孙策在这挂击 对吧 托管可以看出 我们这个形势越来越不好 独自面对三个反贼 对吧 这个主攻托管 我们也没必要给他改判定 虽然我们可以赶 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 好 这波手牌来的就非常好了 刚好来了一张决斗 好 我们还是一样的操作 白狮子挂上 然后制衡 可以回血 对吧 我也忘记 我当时有没有这么做 好 先一个无中 那么这一波 牌就非常好了 对吧 这一波就很 直接 先用好锦囊 因为杀了反过后 制衡可以一波制衡 对吧 说不定制出无中 可以制的东西更多 好 直接一个 一个决斗 杀了一个 果然来了无中 对吧 我们先杀一刀刘备 这个细制裁 我们不太想动他 因为动了他过后 有可能让我们弃牌 或者让刘备摸牌 都不太好动 我们先把刘备杀掉 对吧 这又是体现出细水藏流 先杀一刀 否则摸不到连弩 下回合只能杀一刀 连破的时候 不一定保证能死 对吧 好 先把细制裁乐上 还全部弃掉 这一波 我还没有用制衡 正好把这个狮子一制 还回一滴血 一下拆掉 那么现在就更稳了 只需要一刀一个锦囊 刘备就必死无疑 对吧 我最喜欢看到 神司马最喜欢看到的 就是裸奔的人 好 直接一个连破 先无中生有一来 没想到来了 这个我们的神牌 古定刀 对吧 古定刀 铁锁连环 还正好有属性杀 这也是我们运气来了 直接一个制衡 还来了一个9 这样就一波 有可能把细子才能秒掉 对吧 好 一波9火雷杀 9雷杀 掉三血 那么细子才要求逃 也一起直接阵亡 那么就可以看到 又是我们神司马的天下 对吧 当然这局呢 本来理论上说 我们可以跟孙策 要打一会儿 因为毕竟孙策 他如果觉醒了的话 还不太好吧 我们肯定要控制 手里三个锦囊一波秒 当然这里呢 主攻他就没有玩了 对吧 他后来就直接 他直接就 就直接投降 没有再玩下去了 当然呢 我相信他也打得过我们 因为毕竟我们 这个手里的牌也多 而且我们毕竟神司马 对吧 这个神司马的图 我们也可以说一下 这三个颜色 正好是 绿的代表五 红的代表鼠 蓝的代表胃 对吧 正好他的三颗星 好 我们继续 好 讲了这么多 反和类 类间我们就先说到这 我们来看 几局神司马的 其他的 这个神司马主攻啊 个人感觉 我是玩了非常多盘 很想玩出一局 好的素材 可惜永远没有赢 因为毕竟神司马主攻啊 他还是不是那么的硬 这一局呢 相对来说是最最接近的一局 好 我们先来看啊 我一开始就给大家说了 我就插一局 主攻素材 这一局也是非常有戏剧化的一局 好 一开始我们先弃牌 对吧 还是我们老化 因为神司马主攻 加一点体力上限 导致他一开始人 不能弃两个 只能攒一个 所以如果 最好的办法 就不要动他 不要动他的话 他需要三个回合 才能觉醒 这就比较麻烦 可以先把忠诚干掉 就跟比如说 忠惠族 有点像 对吧 好 我们继续看 但没想到 二号位就来了一个 投血的张飞 杀 那肯定是反贼 对吧 当然这种情况下 都不太好说 他是反贼了 但一百五十几 对吧 他应该知道 神司马需要卖血 好 这个蔡文基 装了贯师傅 什么都没动 不好判断 好 王毅也什么都没动 也不好判断 到了马良 马良直接借刀 要杀我们 那应该是一个 比较偏反的 对吧 他给一个 比较偏反的人 好 一个南蛮入戏 那我们肯定要 继续掉血 这样我们就能保证 一波觉醒 对吧 我们的杀 肯定是 肯定是要留着 对吧 我们牌多留一些 后面是横的 可能也多 好 这个马良去杀 这个陈青菜 我觉得他的考虑 可能是毕竟 陈青菜 没有选断肠菜 因为断肠菜 如果是反贼 对我们克制 是最大的 所以可能比较偏中类 这种思路 也没有错了 好 不练师也跳反 无话可说 我们继续 一个九杀 一个九杀 留邪 因为留邪 他毕竟可以给他 我们前面说过 他如果作为忠诚 是最有好处的 好 留邪 留邪 他这波吃桃 我们没看懂 他可以全部给我们 但没关系 他可能也怕 自己被我们秒掉 我们万一来一些AOE 对吧 好 跟马良拼点 无话可说 马良毕竟是反贼的核心 好 我们用一个Q 拼过了 直接到剑皇盖 没想到这个剑皇盖 也是反贼 一个红杀 好 我们开始 居然没有逃 对吧 这下比较麻烦 还好王毅吧 我们救回来 一个南蛮 这个时候南蛮 我们就出杀吧 是吧 没必要继续求逃 要是万一他们没有逃 因为这个忠诚 是一个裸奔 肯定没有逃 那我们没必要再求逃 好 还可以看到 我们就刻意保留了 属性杀 对吧 这些细节 都对神司马 是至关重要的 好 好 这个蔡文基 忠诚直接死掉 没想到再来一个男的 还好我们还有杀 对吧 这一下子 把这个马良 也打成残血 接下来我们非常高兴 好 这个令也是出尽了 我们刚才再次出尽 好 直接一波觉醒 这就是该我们思考的时候了 首先 我们肯定要图连破 一波全部秒完 对吧 这个流血肯定是忠诚 那么没动的 这个王毅 应该是一个内奸 内奸我们可以最后再动 这一波我们就可以思考一下 我们手里有 有 有锦囊 有这个铁锁 有 有属性杀 那么我们肯定可以考虑 细水长流 第一主要目标肯定是杀马良 杀完马良过后 这个黄盖毕竟三手牌三血 比较难杀 这个张飞只有两手牌 而且张飞如果我们杀不掉 他 他一个觉醒记忆来 摸六张牌 我们是受不了的 对吧 额外摸六张牌 所以我们可以考虑 先马良 后张飞 第三 再考虑后面的 是吧 剧本我们先写到这 那么一开始肯定借刀杀人 把冠尸符告过来 先顺一下 把这个 没用的牌 把这个 极致用起来 对吧 我们现在点数很多 可以随便用 然后把张飞 然后逼出无蟹 对吧 一个借刀 冠尸符用出来 可以看出外面还有无蟹的 我们这就比较麻烦 要先想考 一个铁索连环 继续摸 冠尸符装上 这波装冠尸符 肯定是为了避免 他是闪 对吧 好 这个时候该干什么 开玩杀 对吧 直接一波玩杀 这样保证 黄盖救不了他 没想到他自己 居然真是一个 陶 那就比较麻烦 我们叫决斗 好 最后一个决斗 没想到这个内奸 我们也是没想到啊 如果他这波不出无蟹 马良一死 摸三张牌 直接比如说 吃一个陶 装上全部弃掉 张飞必死无疑 后面黄盖必死无疑 后面我们再把这个 布链诗一杀 后面就通了 但是就是这一个无蟹 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 虽然还没有用制衡 但是这个制衡啊 比较麻烦 没有支出什么好的牌 而且我们现在人 已经用完了 好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就 只有突杀张飞了 对吧 一个顺手先扬 我们可以考虑啊 这个张飞手里 三张牌一个八卦阵 我们可以把八卦阵顺过来 但是他三张牌 说不定有九产 而我们手里只有两张杀 最多把铁锁制了 再来一张杀 不一定杀得死 我们就堵他的运气了 我们直接把他的手牌拿了 果然拿了一张九 这是很好的 好 我们继续 又换了 果然混了一张杀 杀第一刀 黑的 好 没想到他自己正好有一个 这个桃 好 我们继续杀 这波没想到是红的 本来我们该九杀了 但是我们怕对吧 毕竟要是杀不死 如果他手里还是张桃 就比较麻烦 我们还是留一个九自保 没有再弄头青 一波没想到最后一个 居然真是红的 这下就很麻烦 我们后面没有什么可动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去把杖八留下来 但是我觉得多一个人比较重要 对吧 好 接下来就完蛋 张飞 直接一波 多摸三张 摸五张牌 杀我们 一掉血 一喝酒 好 喝了酒过后 这就像曹丕一样 对吧 他有一个几率 可以发动这个放逐 我们肯定放我们的忠诚 对吧 一放摸三张 好 一个乐住 他没想到他没有杀了 这也是比较好的一点 好 到王毅 王毅猜一下 想排桃 然后一刀杀 杀马良 没想到这个张飞直接救了出来 这就比较麻烦 一个火攻 攻不了 好 又到了马良的回合 那么这回合就比较麻烦了 好 一给 一个火攻 没有攻得了 给黄盖 不要客气 好 到布链斯 把牌一拿 一个决斗 那么其实实际上到这儿 游戏就结束了 对吧 这也就是可以看到 神思马 他的这个锦囊啊 不能保证绝对杀 还是只有玩杀 普通杀配玩杀 这是最好的组合 对吧 锦囊有可能被无限 这就比较麻烦 好 这也是主攻比较有戏剧化的一波 就是被一个无限 害得没办法 一直推下去 好 我们最后再来看一句反贼 这局反贼呢 也是比较有趣的一局 最后是通过收队友 好 我们可以先看 这局是一个小胖子主攻 我们是一个二号位的神思马反贼 哎 我们发现这个 这个陈青菜 最近出现的概率很高啊 王毅又出现了 对吧 好 这局也是反贼 比较麻烦的一局 好 这个 这个主攻 首先装了一个藤甲 也为我们后续是吧 做好了准备 好 一个跳反 这个王毅直接跳中 好 又一个顺 又一个拆 但我们回合 那肯定是弃牌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装备 我们装备要留一下 毕竟我们有火杀 等会儿可以 可以造成伤害 对吧 它毕竟是有藤甲的情况下 我们把这个刀也留一下 好 那么真姬就是一个忠诚的存在 好 这个小桥 那是一个反贼的存在 跳了反 我们继续 好 曹丕什么都没动 也没杀下架 当然他杀下架 有可能被拿牌 也不好说 好 这个王毅忠诚 果断杀蔡文姬 无话可说 好 这个周瑜也是一个跳反的举动 但他这个举动啊 还197 他让王毅掉血 还给牌 有点滑不来 对吧 王毅就怕不卖血 好 主攻 反正中了兵 直接放权 放给这个忠诚 一个火杀 澄清给小桥 这个小桥 气了这么多桃 我们没看懂了 那有可能他手里桃很多了 不去梁州贼 好 我们继续 蔡文姬的乐 直接中了乐 这下反贼就有点崩盘了 有一个二十级 不太不太玩的 哎 这包不错 我们来了一个无中 这样可以气 多气 多气几张 直接气到了五 本来气二线 气三 对 变成了五 好 这个曹丕也是一个反贼 继续出逃 哎 那我们就有点看不懂了 这个反贼怎么多了一个 是吧 好 我们继续 这个曹丕还是什么都不动 这个王毅 直接一个万箭齐发 那么蔡文姬又要死 还好周瑜还有一个桃 那我们继续斩忍 对吧 毕竟多了一滴血 好 又到周瑜 小胖子 直接继续放权王毅 因为他这样 他这样回合结束 多么一张牌 其实也是有收益的 对吧 带一刀 这下陈琴又可以用了 又到主攻的回合 没想到真的直接被杀掉了 这下就比较麻烦 对吧 可以看到我们反贼 已经崩盘 好 现在看好 我们终于觉醒了 而且我们手里的牌不错 这样就要思考 怎么能一波秒 而且正好有铁锁帮我们连好 实在杀不了 主杀了真击 我们一样能连破 对吧 可以看到这个主攻 四血三手牌 本来是一个很安全的状态 看我们神司马 怎么一波把它秒掉 先过河拆桥 拆了一下手牌 一瞬 瞬掉 瞬掉过后 我们的思考是 尽量多杀人 对吧 现在我们已经杀红了眼 管他是不是队友 只考虑连破 直接一个火攻 火攻一个带有藤甲的人 对吧 没有人无血 那么就很爽 没想到这个火攻 没有攻的城 接下来就很麻烦 那么我们只能通过制衡 我们特意留了一个火杀 就怕等会儿没有火杀 对吧 保证能杀得掉 又来了一个火攻 好 这下我们直接开极略 直接因为流散 亮了一个明桃 他有可能要救真击 那我们肯定先火攻一波 一个火攻 这下有了红桃 一杀 真击直接阵亡 没想到这个真击 他居然是一个内奸 那么还有一个忠诚 我们就看不太懂 是怎么回事了 好 小桥吃了一个桃 周瑜 周瑜把自己救了 他救自己呢 也无可厚非了 不过理论上说 可以直接让我们一波发家 好 不过我们直接已经有了这个 直接已经有了连破的资本 对吧 好 他救了回来 我们再连破 一个连破 一看这个手牌 比较麻烦 那我们不如就直接杀周瑜 对吧 杀了周瑜来反 来了反过后 我们再来制衡或者玩杀 因为毕竟反贼他一血 他肯定会让我们收 何况我们是神司马连破 对吧 好 直接一死 我们还看不到他的手牌 不知道他是一张什么 摸三张 直接一波 再来制衡 我们这波因为没有点了 点全部用完了 直接一个连破 那么这一波就简单了 对吧 因为我们有距离 所以这个杖八也可以直接换掉 好 这波就很舒服了 直接贯师傅加属性杀 真好还多了一张基本牌 气得掉 那么这一局也是比较精彩的 果然小条最后证明是一个忠诚 这一波要不是通过收这个借州鱼 我们还不见得打得过 对吧 因为潮丕没有太多伤害剂 可以看到这还有三颗星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就是意味着三个 其他三个国家的陨落 好 说了这么多 这个正常的模式过后 当然我们没有说中的模式了 中也有很多 但是都比较长 为了时间关系 我们就在此就不再多说了 是吧 相信大家对神司马 也有一种 也有一个具体的认识了 总体说来神司马 就是一个成独秀型的人物 对吧 你一定要保证自己连破 能够连下去 这是核心 然后回合中间呢 就是先锦囊 后制衡 对吧 锦囊出来刷出来的牌 再制衡全部利用起来 这样就能保证 再配上玩杀 保证你能一个一个的杀 所以神司马 其实你说他难操作 他其实也很容易 我们先来看这一局 这是一个神武模式 打的是混沌 因为前期我们在斩忍 没什么考说的 我们可以说点别的 这个地方这个虚妄之免 大家可以看一下 摸牌阶段 多摸两张牌 手牌上线减一 意味着就是你一下 可以摸四张牌 对吧 然后手牌上线减一 气无 保证你直接一轮 一定能觉醒 对吧 你即便用一张牌 你也能觉醒 好 我们一开始 当然我们是吧 老玩家了 肯定是直接扔的 保证三个 好 我们先继续 先暂且说一说 就说神司马 这个角色呀 大家可以自己是吧 因为他的获得永久权比较难 他需要获得六个大将的称号 大将五 在排位赛里面 所以比较难获得 但是大家呢 看到我的视频过后 可以去买点将卡 不过呢 就是三块五一盘 是吧 大家可以 有一两个建议吧 在玩神司马之前 大家可以多玩几盘孙权 先把孙权玩好 一个普通的孙权 跟神司马就有点像 他的核心是在制衡 我们可以先把孙权 练好的情况下 在他没有极致 这个刷牌机的情况下 如果你能把孙权玩好 那么你就保证 你的制衡的能力 对吧 不要舍不得你的装备 不要舍不得淘酒 在神司马的思考方式里面 自己的血量 没有那么重要 对吧 而是刷牌 刷出一张 能杀人的连破牌 更重要 因为你连破过后 你摸了牌 你人也有了 你后续回合 你刷出桃的概率 更大 对吧 所以 这就是我们这么一个玩法 好 不知不觉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神司马 一波觉醒过后 这个牌也太吓人了 对吧 这里可以补充一点 这个傻漏成冰 也是当时这个模式下 特殊的牌 可以摸X张 就比如摸到3 对吧 而且我们还有这么多难买 好 还有这个移花节目 也看一下 对一面角色使用 除非使用一张杀 或者就要给你两张牌 好 我们这个后面就是表演 情况了 对吧 一个一个杀 这个混沌 他没有手牌 移花节目 来两张牌 过后才叫菜张 顺手牵羊 顺顺顺顺 对吧 然后一波自衡 无论如何都能自衡出很多 这又是一局观赏局了 对吧 好 一个南蛮 国家还可以继续给我们牌 好 再来一个南蛮 继续给我们牌 好 现在就随便怎么玩 对吧 铁锁连环 因为这个 这个竹银 他有两滴血 我们这回合 还想给他打掉一滴 对吧 一个雷沙 开完沙 好 连破来了 装备全部装上 为下一个回合 对吧 而且我们继续把锦囊牌 全部留在这个回合里面 好 全部一波扔 就留锦囊 一个连破 杀了神兵 又摸三张 对吧 直接一个火宫 没想到他真是一个陶 不过也没什么了 我们再杀一刀 对吧 这个神司马 这个配音 也是一个非常老练的 这么一个 老蒙深算的 大家可以多听听 而且神司马 是为数不多的 没有皮肤的人 像神周瑜 神呂布 神诸葛 什么神呂蒙 都有很多皮肤 神关瑜好像也没皮肤 神兆云也没有了 神超超也有很多皮肤 好 后面这个杀混沌就很简单的 因为毕竟 我们还来了一个联弩 每回合两滴曲 对吧 这个是一个大家看看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戏剧化的游戏局吧 好 后面就很简单了 对吧 后面就是 就是疯狂率 这个神周瑜 直接一个大招 好 这个混沌直接就只有 只有五滴血了 对吧 我们也可以简单看看 混沌的技能 以免大家不知道的 血量掉一半的时候 造成伤害 要摸 弃一张牌 但是他自己有一个无章 无章他回合结束不留牌 所以这就很简单了 对吧 而且他还不拆我们的联弩 直接一刷 再刷出一个杀 这就结束了 这个可惜 唯一的一点就是 本来空洞区有一局 神司马内奸 一串七 一个人杀七个的素材 可惜确实找不到了 如果我以后才能找到 或者再打出其他素材 我会再做出来给大家看 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 也感谢大家 对二十期以来的关注 是吧 我们后面再逢次 会有更多精彩的豪将视频 比如说佐词 比如说这个乌突谷 还有踏顿 还有其他的神将 比如神赵云 对吧 也在此打个广告 广告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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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